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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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那麼週一到週日 收看我們奇蹟標股這個節目單元 因為在這個疫情期間 所以變成跟所有的會員 先說個抱歉好不好 其實在過去這麼多年 這20年以上 我原本固定每個月 我都會排一個叫北中南德說明會 幾乎也沒有什麼例外 可是這一次包括3個月2月份 包括這個月到現在 我們暫時沒有排這個行程 那麼所以我們只好利用節目 所以我們會把節目分成兩階段 第一階段我們會針對整個行情 那怎麼做評估 這第一個 第二個在第二階段 也跟所有的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說 不好意思 我們第二階段主要 我是跟會員做對話好不好 所以第一段 你就看第一段 大概怎麼做評估 我就跟各位做個簡報 首先我針對 稱目皆色匪夷所思主要 我是提到我看到 因為我們很多朋友 最近包括很多老朋友 會員朋友 他又申辦 申辦電腦版 那電腦版我昨天就做圖表 昨天晚上 然後做圖表我按錯一個鍵 我按錯鍵了 我們我們的所謂的會員 操作PSY是十分鐘 那我想說 他就問我說 那這個我到底呢 我們在看PSY 包括跨美股到窮 或台北股市都一樣 那我可不可以用其他的 其他的K棒 我不要用十分的可不可以 我就說好啊 我就建議他 我說那我們 我們為什麼不考慮用九分 對不對 你問我說九分 那我總會比十分鐘快一分鐘 我沒有講錯對不對 我們所有的會員 不管是手機版的 電腦版的 不管是台北股市 或美股到窮 我們的標準定調 就是做十分鐘的 就是十分鐘叫標準 每一筆我們都會統計 都會揭露 然後看每一個禮拜 每一個月下來 它的成功率 以及它的一個損益的一個狀況 然後那個會員 不是老啦 年紀不大 但是因為參加很久了 剛剛申辦電腦版 他說 那麼我如果不用十分鐘 你建議我用幾分鐘 我想說那我看一下好了 因為我沒有看過 你說你有 但是我沒有去觀察 所以我要按九 我們就是M 叫Minutes 就是我們電腦鍵盤按個M 然後我要看五分鐘就按5Enter 那我要看九分鐘 我是M9Enter 那我不小心按成8 我想說9快一分鐘 結果我按了8 哇哩咧 真的是瞠目結舌匪夷所思 我們稍微在第二段再做說明 我們先回過來看台北股市 台股呢 明天進入關鍵的對決時間點 就接近了 為什麼呢 因為加權指出金利益 收盤收在哪裡呢 收在1萬1392點號 我們把時間 人為盡 明德思史為盡之心題號 我們時間回到上個禮拜 2月27號 就上個禮拜四 不是啦 看底下不好意思 上個禮拜四 這是上個禮拜四的研究報告 2月27嘛 然後接下來就進入3月2號的 第一個交易日 那在2月27號當天的研究報告裡面 包括所有Telegram的好友 我都有跟你分享 我們針對台股說 它會進入一個主要區間 為什麼它會進入主要區間 因為台北股市我們去比對 從去年的9月26 9月26號以來 把所有把加權指數 到雄工業指數 上證指數 日經指數 包括歐洲的最主要的德國股市 我們做交叉 比對 觀察 台北股市叫永關山君 因為它的漲幅3.5% 領先全球主要地區 你是台股市最強的 因為它最強當時領先 領先道雄達到8個百分點 8%喔 台北股市竟然短短6個月 10 11 12 1 2 不到6個月 因為9月27算 將近6個月 半年的時間裡面不到 領先道雄達8個百分點 所以呢 我但是 道雄只能去789點 我們今天有什麼去 不是啦 因為台股叫中流砥柱 因為它最強的 所以最強呢 加上它領先 領先其他地區的指數 有一段相當的幅度 所以你要它再擴大 我覺得這個要求叫做 強人所難 所以台股它會走得比較平穩 這沒有辦法的事 你從比對你就知道了 台北股市也比較平穩 所以我們先針對台股 因為今天收在1萬1392點 不好意思 我站起來拿一匹筆好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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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 我就站起來 我站起來拿一匹筆 好 今天3月4號對不對 今天收在11392 這裡是1萬4 1萬4在這裡 11392 所以明天很有機會 台股來挑戰這個11451 好我的看法 這個11451呢 要能夠短期間馬上守住 我覺得它有能力守住 並且站上功課這個點 可是不會這麼做 它不會這樣做 它會在這個點做個甩轎也好 好不好 或做個整理都一樣 所以接下來本週 我們在上個禮拜的看法就是 本週主要它的壓力測試點 會在1萬1451點 因為今天開頻走高 來到11392已經接近了 所以就跟您做個提醒 好回過頭來 大家針對國際股市該怎麼看 國際股市的看法 就比較單純一點 為什麼這麼講 舉例我們先把昨天的講法 各位再回顧一次 來 各位請看 這是昨天的研究報告 昨天我們把美股做個交叉比對 看一個五天的 看一個一個月 對不對 美國股市暴跌 然後在一天之內暴漲 整個美股道雄爆盤 什麼叫爆盤 就是恐慌性買盤進場 竟然它重演了30年前的加權指數 重演了近代的上陣 為什麼 我印象中我剛退伍的時候 我剛退伍已經是幾年前 30幾年前的事情 那個時候我印象中 那個叫耗子 到處都是耗子對不對 那耗子裡面那時候沒有什麼電腦 你要看板是一個大黑板 那就只有商品的價格 就這樣子 然後股價都要不就全面漲停板 不全面跌停板 全面漲停5% 台北口市所有股票漲停板5% 所有股票跌停板5% 還沒中漲停中跌停 那我們來看美股 美股一樣 竟然一天到窮 不是加權指數 不是30年前的台股 一天暴漲了5個百分點 所以叫做恐慌性買盤進場 對 你講對了 恐慌性買盤進場 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會發生買力耗盡 買力耗盡 因為起5%起1,293點 那個降息那個 那個叫浪費時間 知道就好 所有的力量害怕買不到股票 你知道嗎 半行全面回補 並且因為商品價格向上推升 它帶動全球 全球 電腦程式買盤機構全面進場 所以才會拉到5%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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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隔天就要跌 所以你看看昨天大跌 這沒有什麼好意外的 這不是瞠目節省嗎 沒有 這怎麼會瞠目節省 你問所有在台北股市的投資人 只要經歷過這30年來的台股 這很正常 這沒有什麼好意外的 這有什麼以後跌破眼鏡的 這不是很正常嗎 所以我們昨天講法是什麼 如果它直線上漲 它隨時會跌 因為它力道已經衰竭了 沒有錯吧 所以我們的看法呢 第一個 它會有一個重大的洗盤甩叫 好 我們就回過頭來看今天 說比較快 早晨 我們把時間回到昨天晚上 來 各位請看 這是昨晚的美股 昨晚的美股開平 不是 開高 走高對不對 我們講過 只要看量價就可以了 好 給自己一個簡單 有效的觀察方式 你可以用成交量跟成交價 就是我不需要很多 我們講分析 很多花樣的 花招百出的不用 你就用一個最簡單的 然後就去做看 就做觀察 那以成交量的交易價格 去判定接下來是要漲還是要跌 其實我覺得很夠了 這樣就夠了 所以我們來看 在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剔除開盤量之後 最大交易量發生在 紐約時間的晚上 對 早上十點鐘 就在這裡 然後你說我沒有辦法在 剛好在十點跟半康怎麼辦 那這裡有沒有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 將近一個鐘頭的時間 你不可以在這個過程跟半康 不過現在哪來半康 因為它沒有站上26986 那不就空它嗎 那你就空啊 那站上呢 站上就要做多 這還要有人加 這就不用人加 你看台北高市 看台北 那怎麼看 一模一樣 哪裡不同 這是五分鐘 因為我一般看一分鐘 好 來請看 所以今天關鍵在哪裡 加全指數 今天關鍵是 11350 350在哪裡 在這裡 時間點在9點20 是不是這個點 走不住呢 就空啊 站上去呢 就買啊 就買啊 你空的就一定要平啊 那你怎麼會輸 我請詢問你 你怎麼會輸 就是這樣 好 一樣 站不上 那你就空 那空呢 你要在哪裡 在低點做回補 低點在什麼地方 在25882點 哪裡是25882點 這裡 所以你會買在 昨天相對的最低點 到窮 你怎麼會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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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 其實說不用商品價格 它其實很單調 那麼關鍵在於 擊敗你的 不是技術分析 不是降洗兩碼 不是每股暴跌 不是每股狂漲 不對 擊敗你的是 你不願意用一個很簡單 有效的方式去觀察它 好 我們講過 你往前看 最高點在哪裡 最高點在 兩萬七千零八十四點 最低點叫24681 這是一天 我回到五天 好 往前看 最高點二七零八十四在哪裡 在這裡 這裡 往前看最低點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這裡在哪裡 這裡在24681 所以你把二七零八四 加上24681 這兩個加起來 除以二等於25882 那25882在哪裡 25882不就在這裡 不是昨天開盤 最高 破最高在這裡空 在這裡空單平倉 還手做多 不重要 怎麼會做不到 這個已經交了15年了 問題是 因為你覺得它簡單 所以你覺得它沒有用 台灣話有一個位 跟你分享 叫做金廟起神 你有沒有聽到嗎 那個金廟在我們專門的 你知道嗎 那個神明一定很準 在你隔壁的你就覺得說 那怎麼準 每天早上都看到它 每天回家也看到它 那你就說那不準 其實如果可以有一個 簡易有效的方式 你做得到啊 你就要看交易量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你假如去觀察 離現在最接近的 平均交易價格 那就夠了 你就把現在往前推 最高點 最高點 最高最低 所以你把今天 11351 往前推 沒有啦 現在是不是在這裡 對嗎 你往前推 最高點在哪裡 那你還不在這裡 你往前推最低點呢 你給我講這裡也可以啦 但是我會建議你看這裡啦 你把這裡加這裡 不是明天就到了 11461嗎 就這樣子 那再講100次也沒有用啊 你不能 沒有你不接受它 再怎麼講 我覺得都沒有意義啦 所以我們接下來 不好意思 很快啦 因為我們馬上要進入 第二單元好不好 所以先跟所有的觀眾朋友說 不好意思 你要轉台也OK 因為我們要進入 第二個單元是 我 因為我沒有辦法排說明會 因為在這個疫情期間 所以我必須利用 電視上的節目時間 向我的會員做簡報好不好 那所有的會員 千萬不要轉台 馬上回現場 現在就加入 固德投顧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撥打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固德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 匯局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固德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0800-555-808 各位好 我先把三個禮拜前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前 不管是2月12 2月13 2月14 都一樣 我們當時做了重大的變革 什麼變革呢 第一個我們在2月12號以前 過去這兩年 這兩年 兩年又一個半月 兩年又一個半月 我們所有的會員操作指數 一律是5分鐘PSY對不對 可是從2月12號以後 2月12日開始 一直跟緊緊緊緊 不管是手機版本的 或者是你是使用電腦版本的 各位會員朋友 一律都只操作10分鐘PSY 這是我們的標準嘛 然後一直到 剛好過了三個禮拜 掌洗3月3號 很重要喔 你是我的會員 我不用再招攬你參加會員了吧 不用啦 來 你是會員 你就比對 不管是5分鐘PSY 或者是10分鐘PSY 從過去這三週 這三週整整三週 整整整三個禮拜 5分鐘PSY總共是18日 出現18次 10分鐘的話 同樣時間總共出現10次 不管是5分鐘或10分鐘 你每一筆都贏 每一筆都對 也就是你只要照著PSY操作 不管你什麼時候做 你如果每一筆都做 5分鐘的你就連18勝 你做10分鐘的那就連10勝 你只做2次的那就贏2次 做5次就贏5次了 我講是每一筆 不然這樣說得很清楚 不然你是我的會員 你知不知道 你是不是有手機的 你一定有每一筆 那每天有研究報告 我給你揭露每一筆 如果有 如果不是你照著做 輸了一筆 代表我消耗民 虛偽造假 誇大不死 這樣可以嗎 偽造文書叫公訴罪 那是刑法要去看的 我不管他人 我現在只負責我自己 我跟妳講是每一筆交易 好 那麼呢 這個都沒有什麼 這個就要有什麼好稱目解釋 不是 我跟妳講 重點是這個 來 請你把 特別是所有會員 你另外有申辦電腦版本的 請你今天對照研究報告 對照每一筆交易 我知道 因為我有一個會員 大家都認識好久好幾年了 他後來就申辦電腦版 電腦版 手機版因為只有早盤 沒有五盤交易跟夜盤交易 沒有嘛 也沒到窮 那因為他開始在用電腦版 他說這個PS還做幾分 當然做十分 他說我們認識這麼久了 那你幫我看一下十分鐘之外 你建議我做幾分 你知道嗎 不過我就要用我的大腦 稍微想一下 我覺得九分鐘怎麼樣 他說聽起來不錯 我們找人家一分鐘 十分鐘PS是 每十分鐘出現一根K棒 那九分鐘呢 就每九分鐘一根K棒嘛 對不對 那我要按九 好 也就是鍵盤先按一個M 再按九Enter 它就會跳九分鐘 好 結果我不小心按錯了 我按成八分鐘 其實就八分 你看 來 你先看這是十分鐘 這是標準版本的十分 可不可以拉近 拉近 十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出現幾次 五次嘛 來 一 二 三 四 五 這一次 從這裡起到這裡 起三百二十點 這邊 從這裡 長到這裡 不是到這裡 就這裡而已 就長了四百七十點 好 再來這一次 從這裡起到這裡 起五百四十點 這一次從這裡到這裡 漲了七百點 昨天是不是三月三號 漲三月三號嘛 我制圖的時候 在這裡嘛 好 來 在這裡 這樣也有三百點 這 二 三 四 五 這樣一千 一千 一千五 二千五 一禮拜 二千五百點 一禮拜 我沒有要你贏兩千五百點 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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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應該贏個一千點吧 這是我們的標準嘛 就是standard 那這個沒有什麼好瞠目結舌的 對不對 可是來各位看底下 我按錯了 來看底下 我按成八分鐘 是不是一樣 來 它是不是在這裡 落到這裡 好 來往上看 是不是在這裡 落到這裡 一模一樣嘛 好 來看底下 只是它是幾分鐘 它是八分的 我算給你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你在對照上面十分鐘的 幾筆交易 你不要小看這兩分鐘喔 十分鐘K棒 我們的PSY出現了五次 八分鐘的出現了八次 來 我調圖表給你看 八分鐘了 你對照研究報告 就這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PSY是不是多了三次 你說然後呢 我就看到瞠目結舌 那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我過去沒有看過八分鐘的 第二個我一看 哇哩咧 全勝沒有什麼了不起啦 正五十 副五十 正五十 副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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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五十 正五十 有全勝嗎 每一次它只要到正五十 連美國股市漲還是跌 我現在不是跟你講台北股市耶 台北股市哪有什麼了不起 台北股市哪有什麼了不起 台北股市 好 來 這是不是標準十分 那你電腦版呢 你可不可以去看看八分 好 再來 你說 那我可不可以看十五分 我可不可以看十五分 全勝 底下 小明我比較激動型的 我可不可以站一分鐘 他就一分鐘 全勝 我看到瞠目結舌匪夷所思 但是所有的手機版本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們光是盤中的時間 就已經夠了 實在已經夠了 我們有要求說大家去盤 不需要 但是如果你下午或晚上 你說其實我想增加一些操作 你可以考慮觀察我們的手機版本 我只能告訴你 首先 過去這三個禮拜到目前為止 無論是資深會員操作的五分鐘 或全體會員的十分 你全勝每一筆 你沒有輸任何一筆 到現在截止 這樣說了全錯嗎 再來 電腦版本的會員 我們的標準是十分鐘 那你可以觀察 你要看幾分的都可以 你就把它點出來看 那對照今天3月4號的研究報告 那麼還是一樣 最後一句話 在這個防疫時期 那麼建議各位 不管做任何事 安分守己 安部就班 在我們金融市場操作上 譬如說在正50 你就把它扮扛 你不要管它 你也不用管台北股市漲多少 美國股市漲多少 正50你都要扛 副50就做多 那祝福所有朋友 在未來的每一天 最重要的 身體健康 好好順利 感謝你 謝謝 拜拜 謝謝